中醫的距離 有人覺得中醫跟瑜伽的距離很遠 但對我們來說其實卻是一體兩面的 中醫講求經絡 那瑜伽它可以對應到一些肌肉的部分 其實我們發現生活中有許多小病痛 是可以藉由延展肌肉或是經絡疏通而達到改善的效果 我們常在瑜伽動作裡面都會用深吸深吐來做一些動作的延伸跟導引 那以中醫的觀點來說 藉由呼吸的導引可以讓氣血的流通更順暢 呼吸就像是一個看不見的推手 那我們常在做瑜伽的時候都會在室內 所以保持室內的空氣流通跟純淨是非常重要的 對於許多人來說 中醫瑜伽是一個新的概念 就像我們藉由這一次的合作才知道 原來家居跟木座裡的甲醛 釋放竟然會長達10到15年之久 尤其我們在瑜伽的練習空間 常常都有很多大量的木座 然後我們又非常放鬆地在大口呼吸 然後流汗 所以其實這個資訊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 德利健康居除了塗料本身不含甲醛 還能夠替我們去除家中的甲醛 當甲醛隨著時間慢慢釋出 碰到牆壁時就會被轉化成完全無害的水分子增發掉 就像中醫瑜伽裡的吐納一樣 藉由呼吸來排除體內的毒素 而且她還經過第三方公正單位認證 想到塗刷完的牆壁 接下來每個呼吸都還在幫我們消滅甲醛 就覺得很安心 我是瑜伽老師同時也是媽媽 想要讓孩子們能夠健康的大口呼吸 一定要做對選擇 Site could only graduate 4A3 3 谢谢观看